黄姓男子趁女友服用安眠药,抗忧郁剂,陷入婚睡时,不顾女友与肝解同睡一张床,进前入房间,爬到女友身上,三度性轻得逞,性行为过程,嗨嗨振性女友肝解,图鞋字,Inchimage,分享。 黄姓男子趁女友服用安眠药,抗忧郁剂,陷入婚睡时,不顾女友与肝解同睡一张床,进前入房间,爬到女友身上,三度性轻得逞,性行为过程,嗨振性女友肝解,女友提出分手,黄孩二度在他住处放火烧垃圾,新北地院今天一成期性交,放火烧毁现工人使用住宅等罪,将黄判刑7年9月。 其中三月北科罚金,判决指出,去年11月,37岁黄姓男子与女友在新北市英哥区同居时,女友肝解前往拜访过夜,4日凌晨20时,黄姓女友服用安眠药,抗忧郁剂,收睡无力反抗,偷偷跑进女友与肝解房间,沉寂性轻女友,女友肝解感觉常在震动,被惊醒,喝问黄你在干嘛, 同月5日及9日,黄二度以相同手法性侵。 第一次被性侵时,甘姐将此事告知黄的女友,女友因此不吃安眠药,假装睡着,黄以为女友已服药,前入将下体插入,她气得大声叫黄出去。 第三次女友独自服用药物后睡着,黄又前入用手指插入她的下体,并企图发生性行为。 事后黄的女友提出分手,要黄搬离两人同居。 住处,结果去年11月17日,黄池偷藏的钥匙潜入屋中,19日凌晨1时时,又回到女友住处外骚扰,甚至放火烧地上垃圾。 早上时时许又再度送火,索性邻居及时发现扑灭,没酿成灾难。 法院审理时,黄否认性情,公称都是你情,我愿发生性行为。 她进入女友家前,有先用LINE问过对方,她回穿一个赞字贴图,她才入屋帮忙打扫。 法官依据干解证词,及女友被性侵后出现哭泣,情绪不闻等反应。 下体也验出黄的DNA,不采性黄的辩词。 另外,LINE讯息部分,女友称是小孩玩手机,不小心按到赞符号,她有回传传错,认定黄末是女。 有性自主决定一事,随意进入女友住处,侵犯隐私,和放火发泄情绪,对住户生命,身体,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,依法判刑。